大家好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剪刀的握法 那剪刀的握法一般人可能拿的就是這種大的文具剪 他的握法就是兩隻手會這樣子 一起動的這種剪刀的方法 那這種剪刀的方法呢 事實上是兩隻手都在動 就是上下的兩邊手都在動的這種握法 那 那像這樣子的一個比較精密的像格瑞拉這種小圓孔的這種剪刀呢 他的握法其實比較不一樣 一樣他通常都是只有中指是在這個剪刀的這個鼻這邊 那食指呢其實扣在這個地方 那他使用的時候是像理髮師使用剪刀藥 他只有大拇指當作動刃 他底部其實是不會動的 以增加穩定性 那這樣子進行精密的剪刀的時候呢 其實比較可以精確的剪出自己想要的形狀 那具體來說在使用上方面會有不一樣 最大不一樣就是像這是一般的這種 算是彈性繃呆 以格瑞拉的剪刀來說 他可以很輕易的就是從頭剪到尾 大家可以看到從頭剪到尾 從頭剪到尾 但我尖端都還是非常有力 他這種就是屬於比較精密的剪刀 那像這個手術剪或是 就是一整隻都不鏽鋼 他一樣都是可以從頭剪到尾 可以看到 他是屬於尖端都是比較所謂的 這種比較精細的這種剪刀 那比起這種剪刀一般的像 書印的這種文具剪刀 他尖端其實就比較沒有力量 他到尾端可以看到 他前面是沒辦法剪斷這種封帶的 這種彈性封 他是沒辦法剪斷的 他只能靠下面 他剪到前面的時候 他是剪不斷的 他這邊是前面的刀刃是比較沒有力量的 所以這就是這兩種剪刀的最大的差別 這個也是一樣 他其實 剪這個就已經不是很好剪了 不知道各位家裡的剪刀是如何 就是尖端其實不是那麼有力 那像這種尖端其實是非常有力的 那Gorella的剪刀其實也是一樣 尖端也是非常有力 剪到尖端都還是非常有力 用尖端剪都可以剪得到 之所以比較精密剪刀 所以他們使用的方法就有點不一樣 有些朋友會覺得好像使用手比較容易痛 但是假如你是用這樣子一個動刃 在上面之後 大拇指動的這樣子剪裁的方式的時候 就是這種小的兩孔的 使用小肌肉 而不是大肌肉的剪裁方式的時候 事實上 他就比較沒有那麼容易手會痛 那以上就是剪刀握法的介紹